旅顺海域礁石林立,海水温度低,盐度高,盛产海胆,香菠萝等小海鲜,而距离旅顺两百多公里的营口,既有两千多年的海石地貌,又有广袤的沙滩,生活在海边的人们,会抢在落潮的时候出来赶海。 石凤旁,海滩上,应激的小海鲜还真不少,这个季节,玻璃牛刚刚在沙滩上露面,这是在其他海域都很少见的一种罗类,它生长在河海交汇的泥滩或者沙滩里,个头只有钮扣大小,灰色的壳上带着几何状的图案,它们的出现预示着营口的夏天就要来了。 厨师马飞,每天都会到海边的围宴,寻找最新鲜的食材。 你怎么下雨天过来了? 有个玩意儿弄点鱼啊? 弄点头,多吃,有啥好鱼今儿吗? 马里能有啥鱼,起点啥呢? 下滑,海连鱼塔的。 没想到的是,今天一大早从营口室内出来还晴空万里的,到了海边就下起了雨。 今天海风特别大,海水也不太干净,估计找不到什么了。 海边的工人愿意带着马飞去碰碰运气。 掂量了一下网,马飞心里有数了。 哎呀,行啊,这鱼不少啊。 今天不会空手而归,网都被慢慢地拉起,网的底部沉着十几条海鱼。 不错啊,这些鱼啊。 说鱼,海年鱼,那就是这什么鱼啊这是啊? 那是什么鱼啊? 哎呦,那就是啊,这海年鱼不错啊,这种钝了的。 海年鱼啊,哎呦,就拉一条。 海年鱼在银口沿海繁衍得十分旺盛。 不论是海滩还是虾圈,不论是深海还是潜水,到处都有它的身影。 银口人说,有水的地方就有海年鱼。 海年鱼数量多,很难卖上架,而且运到外地也没有了这现捞现吃的新鲜劲。 这正好成全了爱吃海年鱼的银口人。 马飞带着海年鱼来到了厨房。 他准备给这边干活的兄弟做一道加炖海年鱼。 这是海边最为寻常的做法。 咕噜十几分钟之后,鲜香涌出锅盖,炖好的海年鱼肉不散。 海年鱼基本没有小毛刺,夹起的每一块都成蒜瓣状。 这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寻常滋味,常常飘荡在银口的大街和小巷。 这老少都爱的加炖海年鱼,也伴随着银口人走过过往与今朝。 带着剩下的鱼,马飞回到了饭店。 他要用做臭鲑鱼的方式来做迎口当地的海鱼。 做臭鱼。 臭豆腐是调料中的主角。 将葱姜榨之后倒入老汤。 然后放入足量的臭豆腐。 将收拾好的当地鲁鱼放入汤中,密封腌渍。 如今更普遍的,还是用臭豆腐腌子发酵。 这样做出的臭鱼风味更足。 两天后,将腌制好的鲁鱼取出。 海鱼肉紧致,即便经过长时间的发酵,也不会散。 将腌制好的臭鱼放入蒸锅中蒸十分钟。 取出后,淋上用豆瓣、蒜瓣、小米椒炒制的酱料。 腌制过的海鱼脱去了部分水分,变得更加硬实,更有嚼劲。 在微生物的参与下,部分蛋白质被降解为氨基酸。 再加上盐分的存在,本身就很鲜的鲁鱼,在鲜度上提升得十分明显。 小海鲜 不管是当主角还是跑龙套,总能让食物活色生鲜。 不论是在渤海湾塘,还是在黄海的泥滩上,海边人总能用自己的智慧,让寻常的海鲜变得有的一点不一样。 而对于内陆生活的人们,我们也给您提个醒,海鲜并不意味着高档消费。 选对了品类,别有一番鲜味。 谢谢大家。